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悬浮废墟2奇藏617 孙霞127 蝴蝶103 飞猎手42 潮汐204 潮汐补缺3个宝箱 奇藏620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孙霞奇藏箱 宝箱飞猎手 潮汐戏增叠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 还是来到悬浮废墟 左下角这一个某点 到这里之后 把这条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主环角 这里跑过来再对岸 一个阴障仪的挑战 好,我来打一下阴障仪 好,那我们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藏项 我被误患了 拿完这个奇藏项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串角 跑过去 有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来打一下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被误患了 拿到奖励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串角 这边这个柱子上 有一个蝴蝶 这边一只蝴蝶 摸一下 好,那在蝴蝶的 那现在我们东北方向地图右串角 那边有一个飞猎手 然后去 这里我们来打一下这个飞猎手 好,然后把蝴蝶 然后把蝴蝶送过去 好,那这里蝴蝶到位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 转到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跑过来 在这上面有一颗生霞 那在这个房子里 房子的楼顶 这边我们爬一下 这楼顶这里 一个朴素奇套像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上去拿生霞 哎呦,这好难爬啊 好,这里我们拿到生霞之后 再往北方向就上方天下去开猫蝶 开了猫蝶的小伙伴 我们直接传送就行了 这里我就拦着传了 非常很近 特别近 好,那我们开了猫蝶之后 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 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有一个潮汐之一 好,来清一下怪 好的,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为羽球猫 拿到奖励之后 在我们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有个房子 绕一下 从左边 左边绕过来 在房子的这一侧 这里有个洞 从这个洞走进去 这里面有个脆弱的石头 给它打了 好,拿到里面的朴素奇套像 拿到之后我们从这个洞出去 从这个洞出来 然后爬上这个房子 南方向就下方 往上爬 爬到来 旁边这里有一个方块 捡起来 捡起来 虽然它是虚影 但是我们还在给它压住 压住之后 我们再往西方向 牛左边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 右手边 右手边这一个方块 捡起来 压在这个不是虚影的 这个 压住 压住之后 我们再回头 南方向就下方 把这个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往西南方向地图转角 这边走下来 直接跳下来 然后给它压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爬过去 直接采亮最后一个 好 这样就拿到这个精密奇套像 拿完这个奇套像 然后把地图打开 地图打开 来到我们左手边 这一个锚点 好 这边回来之后 把视角转到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里跑过去 前方有一个跑酷挑战 好 这里跟着钩子往上 好 到达终点出现 基准杀杖拿到打 拿到它之后 我们再回到 回头西北方向地图转角 这边跳 爬上来 然后我还跳 在这个路上 下面那个路上 一个潮汐之一 来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再往西北方向地图转角 这边爬到 这个房子的房顶 好的 爬上来 这边是一个基准杀杀杀 然后这里 两边两侧都有这个 连通电路 好 我们来连一下 好 再回头 去连另一个 好 那这样这个箱子就解锁了 拿到这一个基准杀杀 再往西方向 左边 低头 跳到我们的 下面这一层 跳到这一层 然后回头 这里有一个破碎的墙壁 给它砍掉 里面一颗生霞 一个箱子 拿到 拿到他俩 拿到他俩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车 这里我们跳出来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个肩上 上方 这里往前 前方这个肩上 有一颗生霞 这里泡过去 好 来到这边肩上 拿到这一颗生霞 拿到生霞之后 再往我们的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往下跳 往下跳 跳下来 好 跳下来这里 我们先把这波怪 清掉的潮汐之一 来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来拿到这个金色的潮汐之一 拿到之后 我们再把石条 转回到我们的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里有一只蝴蝶 把这只蝴蝶给它送过去 把这只蝴蝶送到位 好 这个蝴蝶到位之后 我们再回头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跑过去 另一个 另一只蝴蝶啊 好 来摸一下这边这只蝴蝶 然后跟着它走 上来它到位啊 送它到位之后 新南方向地图 假设这边 这个上面 有一个 这叫什么 设计训练 我们来做一下 拿到这个基准墙上 我们拿到这个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往前飞 在这个房子的房顶上 这里有我们 把这个方块捡起来 压在这个 这个底座上 然后 然后这里的顺序是这样的 我们先打下 点错了啊 好 我们先打下面这一个 然后左边 再次右边 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打了之后 这个项目解锁 我们跳下来 拿到这个基准墙上 拿到之后 再往北方向地图三方 这边在这个 对岸啊 这边对岸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那把怪清掉啊 清掉的话 就能拿到这个潮汐之仪啊 这个怪 呃 他自己不见了啊 他自己不见了啊 好 位于重谋 有位 好 那现在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 这个紫色花的这里啊 它是有一个非猎手的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 站在这里等啊 站这里等 他非猎手会在这里刷新 然后也不用下线啊 就我到现在才知道啊 不用下线 他就会自己刷新啊 这里稍微等一下 等他刷新 刷新之后 我们再给他砍掉啊 好的 拿到这个非猎手啊 那拿到之后 再继续 东南方向地图 右下角边肩上啊 一颗生霞 来 好 这里我们拿到生霞 然后再往我们的 西南方向地图来一下 这边飞回去 飞回到这边的岸上 好 在对面 那里又是一个 非猎手 这边我们偷袭一下 哎 没打到 好 那拿到这个非猎手之后 再沿着这条路啊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南方向就下方 这条路走过来 这边又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 我们来清一下怪 那我们清到怪之后 来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去去去 拿到奖励之后 南方向就下方这边 继续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 呃 四眼碟的解密啊 或许四眼碟 好 那给它带过来之后 我们再把四角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 左脚这边 这一个荆棘 这里走过来 旁边 炸药啊 好 来炸一下 然后再剪炸药 再剪炸药啊 远处炸一下 好 来带四眼碟 把四眼碟带回去 好的 我们来 拿到这一个基准其他项 去补给 拿到这一个其他项 现在在我们西北方向地图 左脚头顶上啊 有一颗生霞 这个生霞的话 我们接船 我们先传送回去啊 这里太难爬了 传送回去 然后走到这个肩上 好 那现在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最肩上一颗生霞 直接跑过去 好 拿到这一颗生霞 拿到时候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吹下去 暗颠 还有一只飞猎手 好 就在前方 这里我们 掏出枪手角色 诶 好 枪手角色 来突袭 好 那拿到这只飞猎手 我们这一批 就拿这么多 那现在我们的 北 北 北洛爷 也是百分百了 北洛爷也满了 呃 这个号是另一个号啊 就之前那个号 打不太东怪啊 然后所以换了个号来录 那我们在 火狗山脉 还有一个后续 然后荆州城这里 之前是露了一个 露了一个箱子啊 我下一批带你们去 给他拿掉啊 好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好 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荆州城右边 这一根锚点到这里之后啊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路走往角 这里我们直接往爬 爬到二层 走无赖 走怪 这里有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啊 但它可以做两次 那第一次做的是 这里直接的一个 其长箱啊 基准其长箱解锁 那第二次的话 也是要不使用攀爬 达到这个 这个顶 顶层啊 那现在我们点击启动 这个是要怎么做呢 我们跳起来冲刺 然后勾锁啊 跳起来冲刺 勾锁 这样我们上到这一层 好 然后 现在我们还要往 正前方这里上去 好 来到这一层 然后再回头 现在我们要 一层一层往上走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 接下来是 西方向地路左边 这边最后 好 上到顶层啊 这边出现一个 精密奇长相 不如近其 捡起来记一个奇长相 那 我们再打开地图 现在我们来到 西方向地图 左上角 这个锚点 好 过来之后 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 这边往下跳 好 那在这里有一个 射击训练啊 这一个射击训练 这边我们来 打一下 好 打完之后 它给一个基准强乡 头牢之外的收获 那这个 拿完在南方向 比如下方 还有一个核纯 核纯挑战 这边漏了这三个箱子 好 来做一下 直接空格上升 直接空格上升 下方 好 来到目的地 出现基准墙伤 拿到大 有机会排查用 好 那现在目前发现 就漏了这三个箱子啊 这里如果说 呃 小伙伴们 发现有别的load 那就 呃 提醒我一下 提醒我一下 现在的话 我目前发现的 就是这么三个 那现在我们就缺 虎口三脉 一个后续 虎口三脉 一个后续 这里的话要等到 现实时间的第二天 那我们这一批 就到此为止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鑽